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蜜蜜 欢迎收看今天2月24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来看中国海事会会长 陈云林率领的大陆经贸参访团 今天南下高雄跟南部的企业界人士座谈 但是他所到之处都有范略团体 如影随形的抗议 除了呼口号强调台湾主权之外 还有人向陈云林的车队丢鸡蛋 一度跟警方发生推挤冲突 陈云林来高雄所到之处都有民众守候抗议 连晚上要下榻的饭店 傍晚开始也在深入社团号召下 集结大批民众 警方事先用巨码围出一个意见表达区 要抗议民众配合管制 但大家一开始不愿配合 双方一度擦枪走火 等到天黑还不见陈云林回到饭店 抗议民众和平离去 不过上午的行程 抗议声量激烈许多 一早陈云林还没抵达高铁左营站 现场就有欢迎和抗议双方的人马集结 警方先用两层人墙把双方隔开 防止发生冲突 也先出一条通道 给马上就要来的陈云林 但没想到早有抗议民众混进月台 陈云林一到 民众突然窜出抗议 警方把陈云林团团围住 护送出站 短短一百多公尺 抗议和欢迎民众情绪都很激动 不断向前推挤 也和警方发生冲突 而上午和高雄工商企业座谈 场外也有深绿社团拿着小白局 响应中国的茉莉花行动 向陈云林表达柔性抗议 不过在陈云林车队通过时 还是有人情绪激动 向车队丢直鸡蛋 白一丸 双方 一变一国连线的南部议员也来声援 要求进场成情 一度要和警方推挤 最后才又改成静坐抗议 而陈云林则是一路保持微笑 一整天都不对这些行动做回应 但特别像高雄工商界代表 提到自己也曾经当过工厂的厂长 试图和高雄拉近距离 就是要求发展 求谁的发展 当然 求我的发展 也求你的发展 求我们共同的发展 虽然想透过企业获得高雄人民的肯定 但深入团体透露 隔天陈云林在高雄还有半天行程 一定还会有民众到场抗议 记者SNG小组高雄报导